夜文大船开进港来到大甲大安外埔海县地区 从9月11号开始连续两个半礼拜 要为民众带来一系列精彩的艺文表演 今年再办明华园还有紫风车 统统都在甲安埔表演 要让甲安埔除了本地的文化水准高以外 外来的文化也要表演 明华园可能是四大人多 尤其年纪大的老妈妈 你说孙随风会来 你很欢迎啊 对不对 铁铁海县的民众较难有机会 可以亲眼亲身体验艺文表演 台中市文化局延续去年 离山艺术节的精神 请到包括明华园 紫风车剧团 以及和科博馆 以及广大文教基金会等单位合作 举办甲安埔一起来活动 让海鲜地区的大小朋友可以一次大饱眼福 紫风车剧团 为什么 因为听说很好看 你以前有没有看过紫风车 没有 没有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方便去不同的区域 然后去看不同的表演 或者看不同的蜡蜡 我们还特别准备了文化专车 所以专程来接驳孩子 那机场大厂的演出呢 比方说我们有明华园的歌仔戏在大甲 那比方说我们有紫风车 儿童剧团 在我们的海前国小 那另外呢 包括了著名基金会 有美术方面的 广大基金会 还有呢 科博馆 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不同机构 他们都有各有特色的艺文展示 也全部呢都会在海前国小展出 结合了动态表演 还有静态展览 甲安普一起来内容精彩丰富 师傅也邀请海线地区的民众 不妨把握这难得的机会 到场来亲身感受艺文的魅力 甲安普一起来海前国小欢迎你 女军台中采访报道